歡迎收看超級大硬家 我是真行 今天心情已掩飾元宵節了 很多人說過去有所謂的元宵變盤之說 果然今天大家都說 盤中遇到就是所謂的元宵御二號 這個號就是號頂的號了 收到生計股號停 解盲失敗衝擊 天台股開個道正槓 中場只有小漲1點 收在8326點 那能是有點萎縮只有751的量能 好 盤是怎麼觀察 我們先請到專家 萬通國際投顧的丁楊老師 丁楊老師好 雪姨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剛好就問了丁老師說 其實今天盤面大家都在談 就是生計股了 號頂 解盲失敗了 那麼是不是再次提醒說 生計股真的是所謂的 本夢比這樣的族群 那如果投資朋友說 以後的話可以碰嗎 還有它會影響台股多久 不會影響 我是個人認為是 可能投資朋友 他們你們對這事情的反應 太過於激烈 我講一個例子 好 過年前我們不是把股票賣掉 對 就是沒有 對 為什麼不賭 因為不知道過年8天時間 會發生什麼事 對 號頂今天跌停板對不對 對 正常 因為賭錯了就跌停 那如果說今天漲停板呢 也叫正常 就是賭對了 對 所以說如果投資朋友有號頂 你明明知道禮拜天要解盲 那你還把號頂留著 那你就是要賭啊 那 那這個有什麼好解釋的 這個根本不用解釋 因為這是 股票市場原本就是一個賭博嘛 對 那因為你 因為你早就知道了事情 為什麼要 要把號頂留下來 早就知道禮拜天 就知道 因為它不是突然間的 一般兩瞪眼的事情 對 所以這沒什麼好談論的 我也認為說 如果今天這個號頂 這檔股票是可以影響到 整個台灣 會瓦解的話 那今天應該開盤 1600檔全部跌停嘛 那好像 我看一看好像沒有那麼多跌停 那如果說可以影響到整個生計族群的話 那有一百多檔 對 應該要全面跌停 好像也沒有幾檔跌停 對 那今天跌停的股票 除了新貴 還有上貴 上市的 大概加起來也沒有幾檔 大部分都是跟新藥有關係 就是做新藥 我們在生計股裡面有新藥 原料藥 還有學名藥 另外就是玉才 還有就是美容 醫學等等 很廣 那是一百多檔生計股 那影響當然就是 因為耗鼎 那耗鼎就是只有耗鼎嘛 那其他的就跟耗鼎沒有關係 我大概就這樣帶過去 那會有一些耗鼎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我想他們老闆在下午有法售會 應該等一下新聞裡面都會講得很清楚 我想影響也不會像之前那個基亞這樣子 因為基本上這個是 他們有解讀就是說 基本上他們算是成功的 對 他們只是沒有拿到藥證 但是事實上這個是 這個藥物有關於這個新藥的一個發展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要找很多錢的 但是那是救人救世 救人救世的東西 我認為我也建議同業不要去 一直打壓這張股票 因為有些分析師他沒有買耗鼎 可是他是買到另外一檔跌停板的 他也不一定買剩技股 但是他的股票跌得更差 因為無話可說 所以只好講耗鼎 我是認為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都是基本上人類的行為 都是基本上是人性本惡 本惡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人性要本善 所以我們講好事 這大家喜歡聽的 我們今天還是繼續跟各位講 破曉最大紅 破曉最大紅 我們在做股票 我們希望做多頭的 那如果說 我們所稱的變形第一拐點 變形三線八拐點 裡面的第一拐 我們這個聽的 趨勢月線要向上 才有資格稱為第一拐點 那月線向上是我們基本要求 因為我們要做多 做多就要找月線向上的股票 我們稱為短多 那如果說 季線向上的股票 我們稱為中多 那大盤目前是短多中空 我們都解釋過了 那這禮拜大盤是不是還是中空 當然是 因為這禮拜季線周扣底 高8456 那8456比現在還高 所以它沒有辦法 還沒扭轉方向 除非過了那個高點 那下禮拜跟下下禮拜 是扣底8398 8398兩次 所以目前的中空的一個壓制力 還存在 那短線它調整的方式兩種 一種就是用空間來換取時間 直接下跌 它又不跌 你說今天開盤最高 有到8390幾點 那開高走低 雖然是今天只有跌一點 但是 漲一點 但是它就對我來講沒有跌 我所謂跌要跌300 我是希望能夠跌300點 300點也沒事 如果跌了300點 我還是說短多 因為它的月限目前的位置 是在8014 那你就跌到8014 它還是在月限上下 因為月限是往上走的 一直往上走 那每天大概往上移動 大概20點往上一直跑 一直跑上去 上禮拜還在8000點以下 所以空間的修正是最好 可是今天號頂跌停板 竟然沒有辦法讓台北股市跌300點 你說這個股市有多強壯 如果今天可以跌300點多好 我講真的 這個是對投資朋友來講是好事 可是它不要 怎麼辦呢 我替各位很緊張 我就怕它不跌 怎麼辦呢 一直不跌啊 怎麼辦呢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以盤代跌啊 以盤代跌就是什麼 用時間來混 來混 混時間過去 讓這個正乖離 短線正乖離來化解 讓中線的反壓來解套 我們今天講一檔股票 什麼叫混 4919的新唐 這檔股票我們今天買進 4919的新唐 這檔股票今天開盤之後 開高 衝高直接收掌停 我在早上9點半連線的時候 我就主要就講這檔股票 它是做32位元的MCU 就是為控制器屬於物聯網 目前在西班牙通訊大展 NWC就是講這一塊 那你看啊 我主要什麼叫破曉最大紅 你看 這一根長紅不叫破曉最大紅 我們所謂的定義不是這一根 是你往前推兩個禮拜 不是有一個紅 有個放量 突破下這個上升月線 那一根叫做破曉最大紅 老師你怎麼沒有那個地方就買 我就跟你說我沒有買那麼多股票啊 我每次都買我就要穿多支啊 對不對 我不可能每一檔股票都是都會 都會那個時間去買嘛對不對 所以但是那個破曉最大紅出現以後 他整你幾天 大概等你兩個禮拜 有沒有跌沒有跌 這個叫以盤代跌 對不對叫以盤代跌嘛 他在一直在化解他中線反壓 那買股票不是只有買那一天 就兩個禮拜前那一天 不是只有買那三十塊那一天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股票就只有買那一天 其他時間都不要買啊 那沒這回事啊 那我們的會員裡面 陸陸續續來每天都有人來 我總不能那邊買一天 其他沒事幹哦 一整年就買那一次啊 不行啊 所以買股票的 買股票要看情況 如果可以持續買 每天都可以買的 那你看啊 他整理兩個禮拜以後 都是量收整理 然後今天又開高走高 又突破了平台的高點 今天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買點 一個強勢的一個買點 一個強勢的買點 所以要不要買那個新唐 當然要買啊 要不要早一點買 要啊 不然你等收盤都買不到啦 對不對 2月22號新唐 我們在連線9點半嘛 我們在連線之前 我們就把它繞下去了 你知道嗎 我早上9點半都有連線 各位知不知道 那明天我要主講一檔股票 今天不會公開 但是我們已經偷偷的 在做動作 明天我要講一檔股票 要注意看啊 注意看明天書顯的連線 那為什麼突然間要講到 新唐跟指紋辨識 MCU 我等一下這個 今天為什麼 今天指紋辨識 今天有兩檔掌明板 一檔是神盾 對不對 六四六二的神盾 那另外一檔就是4919的新唐 那都是這個 這個物聯網 也都是 小英姐啊 要發展未來國家的重大策略 物聯網嘛 智慧機界嘛 你看最近的這個2049上癮 原本都不會漲 天天 現在天天漲 智慧機界 那另外就是那個 生技嘛 那生技的話 今天就被耗鼎害一個 大家都不敢講生技了 那另外就是太陽能嘛 綠色能源嘛 綠色能源嘛 另外航太工業 航太工業最近的股票漲很多啊 真的航太工業最近的股票漲很多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 做股票其實也不一定 不一定說要做哪一個族群啊 我做股票啊 就目的是為了撈錢啊 什麼叫股票 我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所謂股票就是鼓起勇氣 狠狠的撈他一票 叫股票嘛 那主力是什麼 主力的動作 主力對股票的定義跟我們不一樣 主力的是鼓起勇氣 狠狠的揍他一票嘛 那沒有主力揍我們股票還會漲 才奇怪 我不想你股票自己會漲 一定要有人把錢丟進去 那就是主力啊 主力是誰 是誰我根本不需要知道是誰啊 反正我知道他是有錢就好了 比我們有錢就好了 他也許是外資啊 也許是投信啊 也許是市營商啊 也許是中市戶 也許是公司派 你管他是誰 反正你管他是誰對不對 我們就知道有人要買嘛 所以我們早上九點多 我們就來這一檔 公上漲停 那為什麼要公開 因為我有把握 一檔股票如果成交量很大 我們就不怕人家跟我們對坐 有時候我有一些股票我不想馬上公開 其實我是有苦衷的 因為我們我們有時候會被人家害 因為畢竟我們會員 大家都有老實人 都高一人你知道嗎 我們不希望主力跟我們對坐 或者是公司派來害我們 所以我們為了籌碼的安定 我們會有時候會保留秘密 不是說我們做股票 這檔股票我們都一定要講出來 因為講出來以後 有時候會破功 你知道破功 你說今天是新唐 我不怕你對坐 我不怕 因為他已經從 二十幾塊漲上來 我就不怕 他不是起漲 他已經是第二波段的一個主升段開始 我就不怕你對坐 因為主力的成本已經墊高了 我就不怕 那另外一檔股票 我稍微戴一下嘛對不對 我已經很久沒講了 我跟各位講 就是說我們在買股票 我們容易過年以後回來 我們主要 一直跟你講的是太陽人 對不對 但是我也跟各位講過了 有些股票我們過年前賣掉 我們過年以後還是要再買回來 因為我們做我們熟悉的股票 二月十六號 我就在這一天第一天買股票 你記得嗎 我二月十五號我是空手的 新春開紅盤的第一天我是空手的 我農曆過年前 我是把股票出清的 獲利出清 我二月十六號在開盤 上個禮拜開盤第二天 我買神盾 老實你怎麼都沒有講 陳家良也不一定 我怎麼跟他講 你也不要散伴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我有我的口中在 你看神盾 今天六四六二的神盾 六四六二神盾 到今天工上漲停 成家量也不到一千張 有沒有一千張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很少張了 兩千張 一千七百六十八張 也才一千七百六十八張 那在今天之前那時候幾百張 我告訴你 你也跟我對著 你如果跟我對著 我不敢害得到 對不對 七百六十八 我怎麼不 所以我當然就是 偷偷摸摸的 你不能怪我偷偷摸摸 因為沒辦法 因為有些股票成家的很少 我不敢講 我不敢馬上講出來 不是不敢講 但是會員知道 那時候買的時候 你看這個買的時候 我這個已經做好幾趟 我不是第一天做 神盾 指紋辨識晶片 就是 指紋辨識晶片 物聯網 來講的話 對不對 當然我明天要講的那一檔 也是指紋辨識晶片 也卡到物聯網 但是 今天沒有要講 那你說 清糖它也是 是做32bit的MCU M控制IC 它也是卡入的指紋辨識 但是它最主要不是在這一塊 它最主要是做工控 工業控制 你知道 它最主要是做工控 跟消費IC的部分 它還不是最主要是做指紋辨識晶片 但是神盾的話 主要功能是做指紋辨識晶片 跟指紋辨識晶片 這些什麼授權金等等 還有演算法等等 我之前講過了 神盾 那這樣這種股票你看 它已經到154 它已經是平台高點 而且放量 這一定漲的 所以我敢講 我不怕你對錯了 我不怕 我已經不怕 所以我公開 那從 我們在當天買的時候 我們在這天買的時候 我們在2月16號買的時候 你知道嗎 很便宜的 136 138隨便買 真的 136 138隨便買 沒人料 沒有人料 所以有時候股票 是要用買的 有時候要用搶的 像這兩個股票 我們就用搶的 我們就不能用買 用買了我們買不到 再去哪 9點20幾分 我就先買 今天買的話也可以 所以雖然沒有辦法買到 雖然沒有辦法在 上個禮拜五買 賺一個停板 但是賺半支也好 半支停板也好 半支也好 搞不好明天要漲停點 一支半 對不對 你知道我意思嗎 那你看到神盾的話 那這已經不是半支了 這幾一大整支了 扎扎實實 你知道 十幾% 這樣扔掉 那這樣明天以後 我們對於神盾 或是新唐的做法 就很簡單 因為獲利 會員已經獲利了 隨便就是 如果發現盤是不對 還是怎麼樣 還是想要換股操作 隨便就丟掉 就賺錢 就入貸了 難道做股票不是這樣做嗎 所以做股票要不要長期投資 我才不要 根本長期投資 我怎麼做股票要長期投資 我聽不懂 要賺錢 要長期投資 我要做股東 我才不見 你拿兩包衛星座 參加股東會 衛星座我這麼多 到公司來拿 買一包送一包 所以我們沒有再建議參加股東會 我每一年都叫我們會員 不要參加股東會 幹嘛參加股東會 我們做了就走了 我們幹嘛參加股東會 我們又不當股東 我們又不當董事 也不當董事長 不然你去當 除非你要當那家公司董事長 夠有錢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股票 本來是做差價 那太陽能呢 老師太陽能你在 你在上禮拜叫我們說打電話給你 那我們也打了 禮拜三 禮拜四那兩天 對不對 我們也打 我們上禮拜不是禮拜三 禮拜四叫你打電話過來 你記得嗎 你還記得 我說有一檔股票 對不對 我不是有一檔股票嗎 那你以為我叫你打來亂的 打來好玩的 沒這回事 我如果不要做動作 我不會叫你打來 而且我一定叫你 還沒漲的時候就去買 我這個人很公平的 雖然你還不是我的會員 我還是對你很好的 2月17號禮拜三 上禮拜三喔 太急 我等一下就要講 這檔股票當天買最低可以買到206 20塊6 收盤是209 你大概平均成本都可以買到206到209之間 太急 那我們不是叫你打電話來要嗎 那那一天209還沒漲啊 我叫你打電話來 我有漲錢來叫你打嗎 沒有啊 我在隔天 2月18號我說你要快喔 所以 我叫你趕快進場 連續進場兩天 我跟你講今天啊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今天開盤太急不是開半個嗎 我昨天禮拜天啊 我昨天 昨天還沒開盤嗎 昨天禮拜天我以為 今天會開盤 我是真的 我真心真心的話 我以為啦 因為 我發現太急公布的一個 財報怎麼比我預期中還好 我本來預估只有 9毛9到1塊 他前三季獲利是4毛3而已 但我估計 沒有估到7嘛 我不知道他毛利會跳到13 我以為是大概差不多11到12之間 因為他第三季的毛利是8% 8% 那竟然第四季跑到13% 結果 結果整個一個季報公布出來 衝上0.7元 那0.7加上去就高達1.1 我以為今天會開漲停吧 結果沒有開漲停 我很失望 那說盤以後呢 就說了也這樣子 我更失望 可是 我還有一些故事要跟你講 你對這檔股票絕對不能失望 因為今天沒漲停 明天可能會補給你 我們先把時間換給主播 好我們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資訊息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7-725-9668 7-725-9668 你都喝酒還 不是第一次認識我 好 來 好 生活中充滿了各種小煩惱 累積久了就變成大問題 想要輕鬆省吃 又不需要花大錢 就能夠解決生活中 所有的疑難雜症嗎 不論是身材維持 肌膚保養 健康保健 甚至是居家清潔 解決配偵 都能替你找出聰明 選擇好方法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 三立台湾台姐姐当家 陪着和你一起聪明学好康 香蕉的花蕊 可以让男性宝剑事半功倍 添加多种营养精华 男性活力宝剑首选 更荣获瑞士巴明奖金牌肯定 健康生活自在无忧 快搜寻香蕉雄蕊 Hotels Combine有超多精卷饭店 一次比价就能搜到所有邮会 简单搜寻 选喜欢的设施就找到超值饭店了 在任何装置上都能搜哦 让Hotels Combine的Max熊帮你比价 万通国际战胜股市 服务至上掌握趋势 先买再卖 先卖再卖 多方空方 皆是盈方 万通国际为您把关 创造财富 远离风险 万通国际唯一首选 服务专线 027725-9668 7725-9668 COPLUS搭载进化版变速系统 起步 爬坡 性能全面提升 欢迎体验 Nitsubishi Motors 进攻版59万9 限时优惠 欢迎回来 烧地带人家来看 今天台股现货中场是小涨一点 不过今天整个盘中是比较开高震荡的盘势 来看一下筹码面的变化了 今天三大法人是买超18亿 外资买超也是28亿 目前期货多单水位是有点降 不过还是两万八千多口的高水位 因此看起来后续行情如何 还有操作部分怎么看待呢 再来请教丁超老师 我想我在讲这些股票之前 我先谈一些股票 我们看一下 3587的宏康 这是做检测的 3587的宏康 其实一档股票涨起来 你不要看它涨一天 你就害怕 它有时候会持续一个力量 涨了一两个礼拜 或是好几天 那另外就是 3492的长盛 今天也是功能涨 你这个做汽车连接线 连接器的 3492 有些人也不晓得它在干什么 但是你不要管 反正它就是在涨 其实3992的长盛也是一样 3992的长盛 反正就是有人懂就好 你也不要管那么多 对 涨停 然后3511的做连接器的细码 这个都是比较冷门的股票 之前比较冷门的股票 但是也是买了很多天 你看那个量 那为什么会涨 有人在买 对 就是你讲 有人在买 那散户没有买 对 那散户根本不重要 因为他们是输家 我们才不希望他买 因为我们发现的时候 来不及的都买光了 对 但是会不会涨 会 因为散户一定不敢买 散户就是敢买 所以筹码很干净 不是筹码 不是散户敢买好净 散户喜欢买那个跌的股票 他喜欢用减的那个友达 群创 华雅科 蓝雅科 或是台泥 或是利金 或是茂德 买到下市 买到不去 那散户为什么不会赚钱 因为散户喜欢低级 他们不敢追 不敢追就不要玩 不大卖来 这股票本来就拔掉了 对吧 在股市当中时间是一样的 机会是一样的 有没有把握 结果不一样 这股票本来拔掉了 没打卖来 我说这个 这边是鹰派的 我们做股票是鹰派 我们很凶的 我们不在做股票 比较残的 如果没打卖来 这是调定 2月17号 你敢不敢买台积 这20块21块不到 对不对 我不是叫你打电话来 我打电话来 你干嘛 我是整理 我没有整理 我有在你最高 没有 你27号18号两天去买 都买21块左右而已 18号也是 今天跑到23 23.5最高 没有涨停 没有涨停没有关系 明天涨就好了 这1.1的EPS 这吓死人了 而且今年 太极我们帮他算出来 今天 我说太阳能去年第二季 是复苏 整体太阳能 那整个今年的装置量 会到达63.5GW 成长15% 那去年第三季 叫恢复成长轨道 所以去年第三季 就开始有些公司 开始转亏为盈 那去年第四季 大概都转盈了 去年第四季 不是现在哦 那现在是今年第一季 全部会大赚 那今年一整年哦 他应该有碎碎 所以为什么那个 六四四三的元金 我先跟你讲 六四三元金 你看那破小 最大红的时候 你看冲出去以后 你看今天虽然有压回 那你又看坏 长了三四天 他不累 他总要休息一下 那个是买点 还会再暴涨的 他们老板说 他要赚三块 不得了 连续涨三根 赚到三块没有 还没有啊 还没有看到钱 但是他说要赚三块 那你知道太极今年赚到什么 太极今年赚四块到五块 那六二四四的贸敌 我没有讲 没有讲对吧 他会赚 他会转亏为赢 你不要再开玩笑 那三五一四的玉京 第一季 在今年第一季 第一季就现在 至少会赚八毛 到一块 玉京 你说要去年亏钱 去年是 魏晋南北朝的事情 你怎么还在讲去年 我跟你说你不要说过早 你一直讲没藏书干嘛 你有时候要讲一下晋王 一直讲没藏书干嘛 古时候的事情不要讲 我们讲的是未来 对不对 还有三五一九的那个 做西京元的 做京元的 那个绿人 这几天这个你要注意哦 整理几天之后你看 他今年第一季要赚五毛 算出来 刚刚算出来 今年至少要赚两块半 你说他价格这样 平不平 所以太阳能能够买的股票很多 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开高走低 没有涨停满 就觉得是新灰意冷 因为太阳能挂了在OTC嘛 当然会受到生计股的影响 所以今天才会什么 把成交量跑到 那另外OTC的股票 IC设计股嘛 所以你看早上一大早 不然我怎么去买新塘 不然你弄这个我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在上个礼拜 就偷偷的压保神盾 功上涨停 那明天啊 我们早上也会再 再讲一档股票 就是一样 就是指纹辨识 IC设计晶片 要注意听哦 但这个是不重要 你知道吗 我想要赚钱你就要行动 你不行动 每天看节目是没有用的 你记得要贪钱就要来 你早来不早来都要来 我告诉你 总统要换新的啊 520就要换新的啊 要变小英杰啊 你不要再一直过去 一直在讲那个小马克的事嘛 就算以前他得罪你 你也要原谅他嘛 人家就做总统做到这样 做到已经老了 头发也要吹成白了 你知道吗 你不要 麦英雄做已经算太多了 我看人家很可憐 做总统 我都说都吃草 你看欧巴马本来 头发黑的变白了 黑人变白人 做到变白人 欧巴马也老了很多 马英雄也老了很多 所以没有功劳有苦 不要再骂了啦 好不好 一年半载 你用这个机会嘛 你要赶快啊 之前叫你参加一个月 两三个月是因为总统大选 现在总统大选之后 你应该是更重要是一年 或是半载 长期稳定的获利累积 才是最 时间最强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会改变 你跟着我就会改变嘛 要把握这个机会 今天就打电话来 把事情办好 明天我们买那一档 我们把时间交换一个主要 好 会看到呢 今天台股方面上 主要是受到生计族群的影响 今天是开高震荡 究竟呢 明天之后 整个台股盘市会如何走 同一时间 请出于锁定超级大赢家 今天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